你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的频道 粉红色的原生种的兰花 那这个非常有名 这个就是桑德蝴蝶兰 桑德蝴蝶兰呢 是非常有名的粉红色的兰花的系列 不过这个已经有经过人为选择 所以它更粉了一点 这颗是前几年呢 非常有名的营业个体 所以它叶子是银色的 没有斑的 桑德呢 你可以说它是这个的亲戚 这是阿婆的亲戚 那这个是阿玛比利斯 这是它的亲戚 那为什么是它亲戚呢 照演化的理论而言呢 这个桑德呢 是从阿婆去演化来的 阿婆跑到菲律宾以后 然后演化成这个 然后再跑到苏拉维西去 所以它的基因是跟阿婆是很相近的 不过它里头的流状物 长得跟阿婆就长得不一样 就这里头这个 这个东西呢 跟阿婆长得不一样 你可以看到这个里头的 这个是这样子 那这里头是这样子 像螃蟹的两个脚一样 完全长不一样 那桑德蝴蝶岸最近是在开花 它应该是在蝴蝶岸中 比较晚开的 跟阿婆的开花期比较接近 像这个是阿婆 它开花期是比较接近的 不过它很有特色 就是粉红色的花朵 而且有些原子越改越粉红 就是挑粉红色的个体出来 然后再重新的育种 然后越来越粉红色 那这个有优点有缺点 就越来越粉红色 就越来越像市场花 对 那它原本的色彩 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颜色 有些是绿角的 有些是一半的粉红的 有些是白底的 有非常非常多种颜色 那相对而言呢 我觉得它比较 比较难重一点点 比较不好重一点点 不像是那个阿婆这么健壮 它比较像阿玛比利斯一点 那相对而言呢 它的花梗会比较长 因为它的基因 比较接近阿婆类的 阿玛类的 所以它的花朵 其实是比较 比较开在末端形态的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 形态会跟这个比较接近 这个比较接近 所以它们两个 算是亲戚型的个体 非常有趣 就是这一个 然后进到菲律宾以后呢 开始做演化 演化出来的 好 那这一颗是那个迎接个体 其实营业个体在前几年非常多 那这几年呢 比较多一般型的个体 那这个时候 那时候已经开过了 其实我还开过蛮多奇怪的个体 不过 奇怪我的 我的桑德的那个 它的烂头率比较高 就比较容易出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比较麻烦的状况 就是它的 抗病性没有想象中 这么的足够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大的问题点 所以在种植的时候 可能要特别的当心一点点 因为 它比较 那比较容易出问题 相对而言 目前问过几个有种伤得的 玩家也是一样 他会觉得它的抗病力 比较弱一些些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麻烦的点 就是比较容易黑头 那黑头就出问题 出问题就比较容易出 比较容易死掉嘛 那所以呢 在照顾上呢 可能要多费一点点的心 你看这个是有斑纹的 你们看到这个 在太阳下 非常的粉红 非常的漂亮 它带有那个横线条的纹路 那它的纯瓣其实比较像是阿婆 比较不像阿嬷 那里头的流状物是它独特的流状物 它流状物就像那个螃蟹的脚一样 其实在少数的阿婆的产地头 也有流状物很像桑德的 像我那边就有一颗小的高牙 它的流状物就很像桑德 目前还没有开花 等它有一天开的时候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产地的阿婆 那可能我觉得 我觉得是介于它跟 这个的演化的中间的阶段吧 所以你在野外的时候 他们也找到那个接近 流状物是接近这一个的 但是是白色的 那市场上也有白色的桑德 白色桑德其实就长得会 很像很像阿婆 所以在种植方面 它也会很像阿婆的样子 所以比较有趣 那桑德最有名 当然就是这种粉红色的颜色 那你可以去挑挑看 最近应该是它开花季 有这种比较偏粉红的 也有淡粉系列的 就是淡淡的 浓郁的都有 那越浓郁 我觉得越像是敞花 所以呢在选择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看一下 太浓郁我反而不太喜欢 就是少了它的特色了 就有点像是市场型的蝴蝶兰 那相对而言你可以去比较像这个 你看这个就比较像是阿婆 这个就是阿玛比利斯 两个是有差异性的 这个是阿玛比利斯 现在阿玛比利斯正在开 它算是开得比较晚的个体 相对阿婆而言 阿婆阿嬷 它是开得比较晚的个体 然后花比较大 所以呢在这两种比较 有现场有花的比较中 你就知道蛮明显的 它的形态会比较像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菲律宾蝴蝶的形态 所以呢这个也是蛮有趣的 那它的班纹呢 通常小时候有的时候会有班 所以有些人会认为它是 班业蝴蝶之一 不过长大的时候班业就消失 这个就非常的有趣了 长大以后班业就没了 所以呢 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子 然后商得可以长得非常的大 可以长得非常的大 因为它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阿婆蝴蝶兰或者是阿嬷蝴蝶兰 所以它叶子其实可以长得非常的大 跟阿婆跟阿嬷不相上下 可以长得非常的巨大 那这也是它有趣的特色 最近市场会比较多一些些 应该可以维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季节 所以呢有去逛花市 说不定可以看到这个兰花 它算是比较纪委的兰花 就是在春季的蝴蝶兰中 开得比较晚的 阿婆跟阿嬷比利斯跟商得 都是属于比较晚的开花个体 你看这个阿婆其实都开完了 这个是菲律宇满的阿婆 它也是这个三角形类的 你们看到 它的流中物就长不一样 这三个流中物都长不一样 所以可以用这个去区分它 这个已经受果了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那个 它的这样就捧起来了 这个已经受果一阵子了 这是 是受果一阵子 你受完果它就会捧起来 捧大 但是要等上一段时间 没有那么快 可能有要等上90天以上 就是三个月以上才可以拿去播种 所以要持续的等待 但是有时候撑不到90天 天气太热就炸掉了 特别是如果是下雨的状况 下加天气热就有可能会出这个问题 那大部分现在阿婆的季节就慢慢慢慢的结束了 那现在剩阿嬷的季节 像这一颗还没有开完 这一颗是之前在疫情的时候 疫情间的时候给人家收的一颗阿嬷比利斯 那忘记它的产区要翻一下它的那个牌子的后面 不过呢它今年它每年都开得不错 你看它旧梗我就没有剪 这个旧梗旧梗没有剪的时候 它隔年就会来 从旧梗再来新花 这个是它新梗 长得比较慢 那所以其实呢 这一类型的兰花 如果旧梗它没有收回去养分的话呢 我建议是不要剪 让它去长新花出来 这样花才会多 所以呢你会发现它的花就变成两梗 这一梗 这是两梗 这个就是你旧梗没有剪所造成的关系 如果你剪的旧梗它这个就不会开了 你看它开的是比较宽的 比较宽的 这个就是跟品种有很大的差异性 以前呢 我记得它这个 它这个虚须的地方会有点 现在这两年开都没有点 它虚须的状况也长得不太一样 你看这个虚须比较长 这个虚须比较长 虚须比较长 那这个虚须比较短 好 你看到 这虚须比较短 所以呢 它很有趣 它是介于这两种之间 粉红色系列 非常好看 如果有机会去花室有看到的话 最近应该可以收个几颗回来玩玩 最近也有看人家卖便宜的苗 有看到卖便宜的个体 其实都可以买回来玩玩看 好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 拜拜